因為突然間好像是GRACE先在 這個爭論節目當中爆料 然後康倫俊 仁俊哥接著在補槍 OK 然後現場還有卓冠婷 OK 那到底這件事情前前後後 怎麼報的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開始主要是石宜木可公司 然後後面GRACE還有四叉貓 又講了一間公司叫石樂 石樂當然裡面也扯到尼奧 尼奧跟石樂的公司的負責人叫戴麗玲 據說是黃三三的好朋友 黃三三201320 他在選市長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場活動就是尼奧創意在辦 尼奧創意的代表人就是戴麗玲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在查這幾筆比較大的資金 劉項 突然發現一個木可公司 一個尼奧 一個死樂 那個木可尼奧死樂 這三家公司兩個負責人 募款三億多 結果有將近一億是他們包覽的生意 所以大家開始起懷疑 就戴麗玲跟黃三三的關係 木可跟柯文哲的關係 大家開始一筆一筆在翻嘛 結果第一個被質疑的木可公司 你看木可公司從頭到尾都沒有出來講話 是民眾黨出來講話 那談到尼奧的時候 尼奧先發了一個聲明 談到時樂又發了一個聲明 結果大家突然看 哇 怎麼有三筆帳 跑去哪裡 跑去哪裡 尼奧跟時樂都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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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承認這個業務 我沒有收這一筆錢 那大家就開始懷疑 那錢怎麼會這樣 那你抱有 這個公司說沒有 那最有趣的是 你注意看你要跟這一個他們講的 有兩筆是在2023年12月20號 都是宣傳支出 那12月20號就很敏感 所有稅都報完 所有的發票 2023年的發票 都已經回收了 沒用完的全部回收 換2024年的發票 那大家看了這個就覺得納悶 那這個公司說沒有 稅已經報完 它報的時候 應該就沒報 如果有報的話 它還說沒有 那個財政部稅間單位 其實是可以調資料出來看 所以這件事情就變成 不要以為只有監察院 因為你涉及的公司 還有查稅單位是可以查的 現在北檢又要查 所以事情就變得很複雜 搞到最後變成民眾黨與會計師的戰爭 對 可是我們說他們募款募了3億多嘛 那募款募了3億多 把1億多的生意交給了尼澳 交給了十二 那個必須說一下 監察院的申報 裡面將近1億 因為一個3千9百多萬 一個5千9百多萬 這是監察院申報 那後面當然 你要說我三筆沒拿到 九百多萬 那依照民眾黨的記者會說法 還有三筆掛在三家公司 其中有一家叫募款 那募款哪一筆账是被掛的 目前為止不知道 因為募款從來沒有坑過聲 可是我縱使3億多的募款 我通通包給這三家公司 也沒問題啊 又不是政府採購法 不是 但是政治獻金裡面 它的敏感度是因為政治獻金 如果你私人的錢 那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你私人的錢 你要哪家公司都沒問題啊 那政治獻金我不能亂花嗎 政治獻金有一定的規範啊 政治獻金你不能 買自己家的沙發啊 這我就用公司的名義買 我貼條碼啊 你可以買競選總部的沙發 你不能買自己家的沙發 OK 查到這麼細 監察院有的時候在查政治獻金的時候 連那個計程車費有時候他抽出來就問你 你這張是從哪裡坐在哪裡 你的計程車費是多少錢 有時候查的時候是查到這麼細喔 OK 所以當監察院整個要查起來 那就看監察院你要查到多細 還有你北檢要查到多細 如果北檢介入的話 他會把所有公司裡面去跟財政部整個調他的報稅資料出來看的 你到底有沒有抱這一條 OK好 那伊福哥我們說你這個綜橫台灣政界這麼多年看過這麼多事情寫了那麼多報導 你看過有人在選舉的政治獻金最後是像民眾黨這樣這麼搞的嗎 一般來講為什麼每一個政治人員都要成立基金會 因為選舉的節餘款你不能放進自己的口袋嗎 可以捐給基金會 對 你都捐給基金會嘛 OK 那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基金會被污名化了 OK 就是這些基金會一定是洗錢然後怎麼樣有的沒有的 事實上這筆錢捐給基金會 你說有沒有人從中上下起手 這個絕對不敢說沒有 可是這個基金會它可以辦很多活動 比如說辦什麼青年領袖營 辦Camp 做公益或者是怎麼樣 當然很大一部分是在它的政治幕僚的運作 這個我們也都承認嘛 可是你看過那種我就成立一家公司 然後讓這些公司來處理我這些所謂的選舉 部分的選舉節餘款嗎 沒有 因為當初木科公司是2022年10月成立 就在柯文哲台北市長卸任前一個多年 然後依據法院的公告 他的眾望基金會 法院公告是2022年11月7號 OK 都在柯文哲要卸任前成立的 然後你剛才講基金會 政治人物基金會 我講一個大概十幾年前的笑話 就是立委新當選 那有很多政府機關 他去接觸新科立委 其中他們會問立委一件事 委員你有沒有成立基金會 委員你有沒有成立基金會 那你問立委有沒有成立基金會幹嘛 因為10年前當政府機關裡面的聯絡人 什麼來問委員跟委員聊天的時候 問委員有沒有基金會的時候 這就有趣了 因為基金會辦活動的時候 政府可以捐助 可以贊助 當sponsor 對啊 所以基金會從那時候 其實就很早以前就被污名 那你看這一次 基金會他成立的眾望基金會 2022年11月7號 董事長是掛李文綜 他的高中同學兼北傑董事長 是 還有富邦的讀董 然後你看2022年10月成立的木口公司 掛李文綜的妹妹 李文娟 你說這不奇怪嗎 這不奇怪嗎 這哪裡奇怪也可以啊 這就是我用人為親這很正常啊 好 不然要我用人為醜嗎 他李文綜掛競選總部財務長 妹妹掛競選總部財務組 然後又來了一個叫李婉軒 很奇怪也姓李 這個李婉軒到底是誰 我也很好奇 他在競選總部申報的支出裡面 人事支出有他的名字 那前一段時間呢 我們在問有一家公司 叫立鼎行銷 立鼎行銷其實很早就發文了 他從去年12月1月一直發文到今年 就跟他跟木口公司的財務的紛爭 裡面提到立鼎裡面跟木口的窗口 又叫李婉軒 李婉軒又在競選總部財務組 又是木口公司跟立鼎的窗口 木口跟競選總部到底什麼關係 所以大家會懷疑你的錢怎麼會跟木口 產生什麼利益關係 所以大家再講一件事 檢調要下去查 第一個先去查木口公司的最終受益人 他的營利是怎麼分配的 先去查營利怎麼分配的 因為政黨不得經營利事業 那柯文哲以前在講到木口的時候 經常用一句話 我們木口公司 對 我們木口公司 然後那時候還說他們的小草咖啡廳 民眾黨要怎麼經營 然後才被人家跟他講 他說這個政黨不能經營營利事業 他才改口的 那時候是總統大選輸了 對 剛選完 木口早就成立了 2022年10月就成立了 他還有一個木口公司可以用 但是沒想到賣咖啡 既然還要成立一個治療資訊科技 這個問題大了 你兒子在日本什麼時候登記公司 所以陳佩琪連發了兩篇文 有一篇叫做 有犯意沒犯行 沒犯行 那你是承認犯法 因為你是公務人員 是 他9月才退休 你是公務人員 他現階段的身分是公務人員 所以你至於說 這裡面一大串的事情 讓大家去怎麼想像 不是啊 OK 好 伊芙哥這麼說好了 今天我們說 陳佩琪成立了一家公司 用自己的兒子 就是與法可能不容 但是與情與理也很合理啊 他可以不要讓他兒子啊 因為今天最白的一件事 陳佩琪什麼都承認了 因為火燒到他兒子 是 如果今天不是他兒子呢 他會不會承認 當然不會啊 怎麼說到 對嘛 就是燒到他兒子 大家在查他兒子在哪裡 你兒子在日本 為什麼會成立一家公司 因為必須我們這麼說啦 就柯文哲他兒子是蠻低調的 從頭到尾大家也沒有看到他過啊 對啊 然後這個火突然燒到他兒子身上 那所以我們說 陳佩琪就出來 大概發表了兩篇聲明嘛 而這兩篇聲明 又把這個陳明文的300萬 然後超私的雞蛋 然後通通又扯進來 我覺得這就是政治嘛 從來沒有一碼歸一碼的事 還能幫你扯嘛 你看治療資訊 其實你去看他公司營業項目 他可不可以賣咖啡 可以耶 可以 他有飲料零售業 他有登記耶 但是他還可以做一件事 他可以做民調 資訊 他也可以做民調 那柯文哲你記得他選完了以後 他自己說要成立一個民調部門 有 那時候就傳出來要擺在木可 結果沒有想到是成立了一家治療 治療 那治療登記在那一棟樓的二樓 二樓 台坡那一棟 台坡二樓 那很奇怪 這個二樓跟木可公司登記也在二樓 然後治庫跟眾望也登記在二樓 差別在哪裡 差別是眾望跟民眾基基金會 他同樣登記在二樓的時候 他的地址是2F2A 木可登記是2F 治療登記在2F 那你會不會想像 這兩家公司是不是擺在一起 而不是擺在黨中央 就擺在一起也沒怎麼樣啊 我們常常很多公司掛在同一個地址啊 是你要這麼說我也沒什麼意見啦 但是最終一個問題是 你把三樓的黨主席辦公室 當控股公司嗎 他們目前是有這樣子的傾向啊 對啊 目前是有這樣的傾向啊